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鄭月娥在上星期四向行政長官梁振英辭去政務司司長一職 她請辭後,第二日起開始休假 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擔當處任政務司司長職位 林鄭月娥在政府總部西翼大堂會見傳媒朋友 並交代辭職聲明 內容中提及請辭的原因 是打算準備參選下一任特首 正如我在辭職信中說 在這個時候請辭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如果我的辭職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 我是打算準備參加下一任行政長官的選舉 如果我的辭職是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 我希望盡快再和大家分享我的下一步的工作 多謝大家 其後,林鄭月娥沒有回應記者的提問 就立即轉身離開 對於林鄭月娥的請辭 議員對事件回應不一 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梁繼昌指 對林鄭在處理西九故宮事件表示遺憾 但未來兩個月仍要聽其言、觀其行 民主黨胡志偉就說 若林鄭月娥延續梁振英的施政路線 民主黨不會支持她 行政長官參選人葉劉淑儀歡迎林鄭月娥參選特首 好,林鄭月娥請辭的消息引起各界討論 另一個焦點是有關她請辭時的言論 有傳林鄭月娥出席閉門五宴的時候表示 是受到上帝感召而選擇參選特首 除了向會上官員宣布請辭之外 同時勉勉公務員緊守工作崗位 會上人士起身拍掌 出席五宴的人士包括多名局長、秘書長 她在會上花了一個小時 長談她的理財之學和八大願景 但否認自己是社會主義者 猶疑是因為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你 那你其實今天是以一個什麼身份 來和我見面的呢? 嘩,這個很複雜的這個問題 我想要找不同地方的律師大家 針對林鄭月娥說自己受神感召參選特首 以辭去財政司司長的曾俊華 接受網上媒體訪問時表示 被上帝選中的人會走崎嶇的路 上帝有沒有跟你說他支持你參選啊? 我就沒有問過 不過在聖經也有個故事 通常被神選中的人 他都要走一條非常崎嶇的路 我們這條崎嶇的路都走了幾十年 所以我會繼續走 網民引用美劇片段 諷刺林鄭月娥這番言論 現年59歲的林鄭月娥 從政37年 她被指行事堅決果斷 數有好打得的稱號 1980年 林鄭月娥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 童年擔任被視為晉升高官搭腳石的政務主任 展開她37年的官職生涯 林鄭月娥早期曾在多個決策局和部門工作 90年代出任夫婦務司 其後 2000年和2003年分別出任社會福利署處長 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 後者在任內經歷中環的填海訴訟事件 她透過街頭派發小冊子爭取市民支持 2004年 林鄭月娥調任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處處長 是香港回歸以來首謂不升職的官員 2006年3月,林鄭月娥反港出任文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並晉升升為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第二年,她加入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的問責班子 出任發展局局長一職,任來處理多宗重大事件 皇后碼頭簽冊事件 林鄭月娥留守現場和保育人士對話 並表明先簽冊後重寺的立場 她堅決果斷的處事作風 獲得好大德的參與 2012年,林鄭月娥獲國務院任命為政務司司長 上任至今,民望一直高於梁振英 2014年7月,她帶頭推銷政改廣告 民望開始下滑 去年年底發生西九故宮事件 林鄭月娥的處事方式備受爭議 接著看看其他新聞 一隔681乘巴,昨晚9點左右 在藍田里園門道往遊堂方向 駛到接近啟田巴士中站的時候 巴士失事翻側 意外導致一人當場死亡 18人受傷,其中7人情況嚴重 六歲不歲的巴士司機 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警方表示在調查意外的起因 而程巴就對意外表示難過 承諾會盡力向死傷者家屬提供協助 另外,早前因意外而封閉的里園門道往遊堂方向 然而解封,巴士和交通已經恢復正常 獲譽為漢語拼音之父的學家周又光逝世 中年111歲 他前日剛剛過完生辰 在昨天的凌晨和雨勢長辭 周又光生於1906年 早年從事經濟範疇工作 亦做過經濟學教授 他接近50歲時 轉為從事語言文字研究工作 參與設計漢語拼音方案 因而得到漢語拼音之父的稱譽 經濟寶可夢Pokemon全球連結公開了互聯網大賽 亞羅拉友宜賽 報名參加大賽的玩家 可以獲得50點俗稱BP的對戰點數 比賽的報名時間由今年1月19日香港時間8點 至1月27日7點59分 而舉辦時間即是今年1月27日香港時間8點至1月30日7點59分 前5萬名報名的玩家可以獲得參加資格 大會將比賽分為初級組和大師組 初級組玩家是不可以在當地時間 晚上11點至早上6點參賽的 而比賽結果將會在2月公佈 今次比賽為單打對戰 緊限亞羅拉圖鑑當中存在的精靈參加 玩家可以在元氣廣場下載大賽的規則並進行練習 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再會 為單打對戰 我們會不會再次分析 一面 和分析 我會不會成功 我們會不會再次的不同 你不會再次回應